這次參選國民黨黨主席好多人問選真的選假 一連串的這個謠言抹黑沒停過 最近最新的謠言跟大家報告一下說我得癌症了 壽命不長 從一個可憐的禿頭到一個賣菜到黑道到菜蟲 然後到選假呢 再來得癌症下面大概很快就變 變淫蟲了 這種謠言不會點 可是各位志工好朋友 人生就這樣 記得廚房就不要怕熱 既然我又要參與這個 這個各種批判各種謠言抹黑都會來 很多人喜歡問一個問題 韓國瑜你為什麼選黨主席 選真的選假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陳主委大概也不太清楚我的心路歷程 從去年開始一連串 台北農產這個案子之後 不停的被打 不停被抹黑 我這心理上 受到很大的變化 再看到行政院院長劉兆玄 文化總會 一個回合 不幹了 他是有風鼓的人 不幹了 再來捐血中心葉金川 抗煞英雄 一個回合 一抹黑 不幹了 再看中央社社長 一連串 被打下來 那我這個個性比較強 有兩個特點給大家報告 一個我一輩子不貪污 第二個我一輩子不信邪 如果你知道公司法 把台北農產總經理拿走 沒問題 但是你不要抹黑我是貪官 不要抹黑我是猜蟲 所以因此 這個事情前面文公 後面武賀 一連串沒有停過 我就決定要從出來 因為雄性動物的本能 被激發起來 所以決定要參與這場選舉 我直接訴諸我們黨員 因為在這個過程 長達七個月 七個月的時間 被民進黨新潮流 像一群狼一樣打 各位志工好朋友 七個月 我得不到一個藍軍的支持 國民黨的慣性 互相不支援 互相不幫忙 讓我感觸很深 如果我有機會做國民黨黨主席 這種事情 絕對不能再發生 國民黨的從政同志 如果真的發生事情 我們一定要派調查小組 一定要去問他 這個事情到底是怎樣 來龍去脈 問清楚 我們有理虧的地方 黨可以代表大家 我們提出不好的人 我們可以道歉 如果我們有被冤屈的地方 國民黨一定要大聲講出來 這是不可以的 你看現在複聯會 救國團 一個一個被鬥 我們中央黨部 整個強而有力的聲音 聽不清 這個是我要出來選黨主 一個非常非常重的原名 藍軍窩囊太久了 藍軍 國民黨習慣被訓練 溫良公檢讓 如果我韓國有機會做黨主席 我跟大家報告 溫良公檢會繼續 溫良公檢 但是再也不讓 我們讓太多 我們把政權都讓掉了 絕對不再讓 真的 國民黨沒有那麼差 國民黨沒有那麼差 藍軍居然少了380萬票 集市選舉少了380萬票 我們要問 我們的榮譽在哪裡 我們這個品牌 還受不受到歡迎 我在鄉下 念到木柵買菜 一個人很興奮跳出來 跑到我旁邊 跟那個反親復民天地會 很早 我也是國民黨 我說你大聲講啊 不不不 不要大聲 我帶你去看另外一個菜市場 兩個國民黨 都不敢講出來 為什麼 我們上市的信心 我們上市的榮譽改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拿出來 就算是做一個在野黨 都要做一個有骨氣的在野黨 就算是做個在野黨 我一樣可以超越執政 我一樣可以強力監督它 我一樣可以擦亮國民黨的招牌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這樣做 今天 童忠爺打老婆 那個老婆各位看到 比打槍 比打共匪還可怕 那個老婆被打成那樣 打了個整個豬頭啊 真的 打敵人沒這麼打 假設 他這個老婆哥哥 是檢察官 他的弟弟 是開國術館的 他另外一個弟弟 當警察 那童忠爺敢這樣打老婆嗎 當然不敢啊 他哥哥檢察官的弟弟 是開國術館的 他一個弟弟是警察 他肯定 為他姐妹的招力拚命嘛 這道理很簡單 今天民進黨執政一大堆亂七八糟 國民黨軟趴趴的 什麼用都沒有 他當然可以為所欲為 當國民黨強大了 整個 整個國民黨的領導 強而有力了 而且執政你 台灣老百姓 你站在反對黨這裡了 覺得你執政黨亂七八糟了 請問 你執政的民黨敢亂來嗎 到底是一樣的 一切就看我們這裡有沒有出息 我們也沒有力量 我們能不能獲得台灣人民的認同 而不是繼續去騙 戴個面具繼續騙 各位大姐 各位阿姨 我們這八年執政 真的真的真的不行了 騙不了人嘛 如果可以 為什麼會丟到政權呢 我們不要再騙 我們要面對問題 我們要虛心檢討 重新出發 國民黨只要強要的站起來 引領的台灣人民走出困境 現在年輕人連找一個好工作都很困難啊 我們是華人地區 香港、澳門、大陸、新加坡 台灣的發展是最落後的啊 你自己去香港、新加坡去看一看 我們台灣的驕傲在哪裡 沒有啦 大陸的一線城市 上海、北京 已經超越台灣了 所以我們要奮起之追啊 各位我們國民黨的志工 只要國民黨勇敢的站起來 執政的民黨絕對不敢亂 兩個黨都強大了 台灣人民當然有福氣 所以我有機會領導 我跟各位大姐阿姨報告 我一定要做一個強而有敵的反對 絕對會強和身先素質往前衝 讓人家看到國民黨 不一樣的 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很新興的 有活力的 有理想的 而且敢戰鬥的 敢衝的 一個國民黨 敬請各位阿姨大姐給我這個機會 拜託大家 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